我们已经进入大门 每天下午一点到五点 徐赛会在整个马场巡视 我负责从头到尾吸引他的注意力 赛金马场的所有马匹 日为四次 夜为一次 五点钟整 马场的监控系统又会自动开启 所以我们动手的最佳时间 就是下午四点一分的那次 为你精美 安妮斯德尔玛先生 是德州最有名的马匹经理人 近些年一直都在中美之间 进行马匹贸易 师弟到了中国通 你好 我中国话不是很出色 您没有中国血统吗 混血 八分之五的中国血统 我只听过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这哪来的八分之五啊 我爷爷的妈妈 奶奶的爸爸 老爷的妈妈 老老的爸爸 还有我的太爷爷都是中国人 八分之五 正好 那您在中国哪里做呢 不吹牛 江浙湖所有的马场 全部由我提供进口马 我做这个行业不长 差四十八天满去年 而且我的存交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三 不满你说 我有个中国哈朋友 他手里有两匹海诺威 要不要看一看呢 那我看着你带着那个驭马车来的 那马是不是就在车上呢 你误会了 德尔玛先生呢一直都在做马匹经理 所以呢经常会带着这辆车 再说了 我们家的马这么名贵 怎么可能拉车上四处给别人推销呢 那你们什么意思啊 那你们什么意思啊 姿势看一下 在德国 马匹有着严格的身份登记系统 也就是马匹护照 记录着马匹的家庭补习以及血统 而马匹护照也是证明马匹身份的唯一德辞 是